终于抬头 连续16次一回合KO对手 就连世界拳王也只熬住10秒就弹尸 无尽的铁拳连红每一季都能带来头骨碎裂的威胁 疯狂的中拳垂打油桶打砖击一般穿透皮肤 直入骨髓干渣 生咬52身从没倒过一次 他是90年代唯一被认为实力比太深还恐怖的男人 这次巨路格斗各位老铁戴好头盔 马上来看一下这位拳坛史上最恐怖的重拳之王 大卫图亚 生涯战绩52身4030KO 身高1米78必战1米78 出道5连时间拿下27胜领负 相同的身高相似的拳击风格 大卫图亚似乎从出道一刻就注定要被拿来与泰森比较 然而他的拳头似乎要比泰森更加宽野 大开大合的轮扎摆拳似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但他的力量总能把对手压到角落或者雷神边 然后划破长空一拳又一拳击落在对方头部和身体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大卫图亚生涯第一场拳玩赛中 面对未免拳玩 约翰鲁伊兹只花了10秒时间就用机关枪式的轰炸KO 约翰鲁伊兹倒下后两眼放空的状态也让图亚一战成名 这种凶长狂野不讲任何道理的KO 甚至也被无数拳迷认为他是唯一被泰森恐惧的男人 那大卫图亚生涯最狂野的三场KO 第一场就是2000年与沙利文的周济拳玩未免战 这场完全展现了大卫的闪电联轰实力 比赛一开场大卫就用着快速的前四驾 要全部不断的把对方压到了一台边缘 这样的战术就如同一只围捕猎物的蜘蛛 不断用蛛丝残要对方 短短30秒时间 看到时机成熟的大卫就快速使出左右连击 如同坦克一般前冲连压重击KO 开场不到40秒 大卫就用一连串的战术来展示他的闪电战技术含量 第二场则是林依连与李克尔森的对决 这场对战前大卫刚经历了与刘易斯大战12回合的场败 所有的金腰带都被一次性抢走 因此这场比赛大卫需要打出极具破坏的表现才能证明自己 也许是前一场比赛消耗过大 大卫在前四个回合都没有打出太凶猛的进攻 正当现场观众都认为这四场无聊的比赛时 大卫在第五回合再次展现他统治力 回合一开始大卫的压迫性突然加强 招牌式的蜘蛛尾骨式进攻开始上野 连续的压迫次权不断缩小李克尔森的活动范围 尽管李克尔森尝试不断游走来挣脱捕猎 但已经被仅仅尝要他再多的挣扎只会增加到他痛苦 最后锁定成功的大卫推出一记天神勾拳 瞬间把李克尔森强制断电 虽然李克尔森依然顽强强起身 但第六回合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终身一响大卫直接跳过前就战斧式勾拳 直冲对方天灵盖 凶猛的冲击力瞬间让李克尔森贪失 裁判马上叫停比赛 这场对决的意义更多是让无数质疑大卫实力的人避准 那个重拳之王依然在 第三场则是大卫生涯最粗暴的一场对决 两人从终身敲响一刻就开始了护欧环节 这也是大卫生涯唯一敢跟他正面硬干的对手 但想要在战斗民族萨摩亚人身上拿到优势 谈何容易啊 短短一分多钟 对手拉萨尔就开始边跑边打 到了回合最后阶段只能用长暴来拖到结束 而来到第二回合拉萨尔继续想到大卫拳头对轰 但血量过半的他再也没有硬干的资本 于是在一次长暴后 大卫使出震撼全场的两击爆炸中拳直接KO 这一击KO再次让所有人感受到来自撒摩亚人的血脉压制 那是蕴含着无限残暴力量的来源 可惜的是直到退役 大卫和泰森两位同时代的传奇都没在擂台上有过一次正面教练 但也许这样才更让无数全民留下无限幻想吧 这是J路格斗 格斗改善点 Yan Yo Ya 拜